进入2022年 香港经历的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冲击 3月23日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如果不能成功压制这个疫情 达不到动态清零及保持平衡 就难以跟内地恢复通关 对香港的经济影响更大 他并对疫情后经济复苏充满信心 陈茂波表示 第五波疫情对香港经济打击很大 因此特区政府以组合权的方式从多方面帮助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我们从四个方面 一个也是减低经营成本 减费减税 第二是给它提供资金周转的支持 所以我们给它的担保贷款计划 从原来可以贷600万 现在贷900万 我们准备立法 不允许业主对指定行业 指定行业就是疫情冲击了比较厉害的行业 对他们在三个月保护期以内 不要追讨它的租金 第三方面 在中小企业里边 工资不太高的雇员 现在定在三万块以下的 特区政府补贴八千块一个月 为期三个月 我们估计大概有一百多万的打工仔可以收位 签线的资金大概三百个亿 那最后第四方面 是消费券的第二期 我们在暑假就会推出来 为这个世人消费市场注入这个动力 拉动这个经济比较快的恢复过来 此外 特区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 为市民纾困 在短期这个资源措施方面 对个人来说 我们就提供消费券 消费券一万块 但是分两期 头一期五千块 四月份就发了 同时间通过退税 减收费 还有他们领取政府一些不同的援助的朋友 给他多发半个月的援助 对于失业没有收入的朋友 特区政府的通过银行的借贷计划 我们百分之百担保那个 给他提供这个恶度 从原来可以借八万块提高到十万块 他可以这的工资从原来的六个月工资 提升到九个月工资 而且这个基本上不收利息的 当被问及特区政府此次在财政预算案中的 抗议部分投入很多 陈茂波表示 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无可厚非 但同时也应把疫情管控好 将钱省下来做更多更好的事情 我们总共动用的资金是六千多亿 所以可以说呢 在防控疫情 资源老百姓 保护市民的健康生命安全 我们是尽我们所能去支持 但是这个也说明 我们一定要把疫情管控好 不然的话呢 这些钱一直花下去 也不应当啊 比方2022年 才八千亿左右嘛 所以六千亿是一个很大的数了 我们现在的生产总值 大概两万八千多亿 所以呢 是我们这个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多一点 非常时期用这些非常的手段 无可口非啦 但是呢 同时间呢 我们也要警惕这个疫情 把疫情管控好 这样的话呢 呃 这些钱省下来 可以做更多更好的事情嘛 当被问及 在疫情严峻下 推行刺激经济的政策 是否与现有减少外出 减少人流的防疫政策 背道而驰时 陈茂波表示 这一波疫情 其实最受打击的是基层市民 消费券的发放 也将兼顾不同市民的个人环境 让他们有所选择 所以对不少老百姓来说呢 这五千块第一期的消费券 其实主要的目的 不是要鼓励他说 增加消费 是多给他一点钱 毕竟在生活上可以用 所以呢 我们发的时候会跟他们讲 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大家呢 要严格遵守 这个社交距离的措施 不要掉以轻心 同时间呢 我们也把这个消费券的期限 拉得很长 给他七个月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觉得能比较兼顾 社会上不同情况的市民的 个人的环境 让他们有所选择吧 此前 特区政府宣布暂缓全民检测 以及即将结束 九个国家航班的 熔断机制和放宽 社交限制的规划 有人猜测 此举是为了安抚外国企业 避免这些公司撤出香港 对此陈茂波直言 这一猜测并无道理 在防疫抗疫来说呢 老百姓的健康 老百姓的生命 是最重要 是放在第一位 那老百姓的健康跟生命 不能用钱来计算 是不计代价的 所以最基本呢 第一 做好自己的工作 把疫情管控好 尽快把疫情压下去 动态清零 争取跟内地通关 因为呢 毕竟这些外商 这个外国人在这边做生意 除了香港以外 其实对他们更重要呢 是内地市场 整个北亚洲的市场 尤其是粤港澳达湾区这个市场 如果他来这边 我们疫情管控好 动态清零 保持动态平衡 跟内地可以通关的话 他来这边就可以 很自由地走进走出 整个内地市场 这个才是吸引 谈及香港当下的营商环境 以及香港经济发展提振的契机 陈茂波指出 特区政府已经在为 疫情结束后的经济复苏 做准备 他表示 自己对香港的经济发展 充满信心 未来几年呢 我们这个中期这个经济增长 我们放在百分之三 跟过去比 过去是大概百分之二点八 百分之三 我觉得不难 内地的科技企业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发展 能吸引他们落户在这边 创客这方面呢 我们要跟深圳紧密合作 可以共同推出一些政策 把对我们两边的这个科技产业的发展 都有这个推动的作用 职中精力 搞经济 搞发展 那这样的话 对团结整个社会 往前一起 把这个家 认识得更好呢 提供了很大的动力 这方面我是很有信心的 感谢观看